我十八歲考上台大 自己一個人扛著行李坐著慢車 進入台北 四十幾年來我讀書在這裡 當兵、結婚、孩子、孫子都在這裡 這就是一個足跡累積 也是無可取代的根基 三十年來台灣人民用選票 讓政治從戒嚴、維權 走向了民主開放 但這些年來政黨惡鬥 卻將台灣社會從充滿希望 變成了私類對抗 請大家就看我一生 我一定會繼續打拚下去 這些日子從清晨到夜晚 從大街到小巷 每一隻緊握的手 每一個眼神 都清楚地告訴我 人們期待 有沒有人能從人民的角度來看問題 當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什麼時候就在他們身邊 甚至比他們更早一步 看到他們需要的未來 我們要改變的不只是一個城市 不只是一個城市 更是要決定 更是要決定 一種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 相信我 我一定做到 讓我們一起來推開 第三顆真正民族的大白 先前一道 再過三十六個小時 將是一個新的抉擇 有些人可能還在猶豫 但絕對不要放棄 讓台北超越台北 讓我們跨出這一步 一起超越過去 超越對立 超越自己 一起迎向一個新世界 最新的抉擇